配件里面有着四个脚 四个脚是装到机器的四个脚上面 这个螺纹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装好 插上室备器电源 它这插上以后就是自动通电打开的 然后把USB线插上 然后把配件里面的黄色的防护罩 这表面有四个磁铁把它吸上 这个孔转向方向 吸好以后把要掉的材料放进去 在掉之前你要把这个罩子拿掉 然后有一个对焦 对焦的一个小金属筷子把它放进去 然后手里的螺旋往下调 往下调 调到这个底部于这个金属筷上面 快要接触 大概剩余一两毫米就可以了 不要完全贴上 剩余一两毫米就可以了 这里贴上以后往回碾一下 这里贴上以后往回碾一下 就OK了 把它拿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罩子放上 对焦就可以了 对焦就可以了 然后第一步电脑上面先要装一下这个驱动 驱动安装好以后 到这个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端口号 然后打开软件 打开这个软件 打开这个软件 打开这个电脑 你驱动安装好以后 这里端口选择一下 然后波特地是115200 然后显示蓝色的就代表已经连接上了 如果是红色的是没有连接上的 那你就点击它一下 它就会自动连接 这个软件界面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控制机器走向的 比如说我点一下左 这就往左走 点右再往右走 点上再往上走 点下就往下走 这个就是调位置的 比如说我这个激光头 你先要到这个高级设置里面 这个高级设置里面 设置一下这个起点位置 就是说我定的这个激光头当前的位置 是在我要跌刻的图形的是什么位置 我们选左上角 这样我们定位好定位 如果你定中心的话不太好定 先选左上角 然后这里把它勾选一下 Z字形扫描 接着来回扫 这样可能会快点 Z字形扫描 然后OK 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想选择一个位置 好 我就以这里当前激光头这个位置 为左上角 为我要雕刻的图形 左上角 确定好以后 点这里的设为起点 这里要点设为起点 设为起点以后 这里的工作坐标 就会显示X0Y0 这就代表我们当前的定位 已经定好了 好 然后这里有一个编辑文字 比如说 我要 输入 金斯坦 木书 金斯坦木书 然后这里是选择字体 比如说我现在等线 然后这里又处理斜体 我选择斜体 好 然后设置的大小是在这个地方设置的 这里是高度是自高 10.5毫米 相当于1公分 我觉得是10.5毫米自高 然后点一下确定 然后你要点开始的话 它就可以工作了 然后我现在点开始 就开始工作了 稍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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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